你知道吗?宇宙中有个东西在移动 它没有恒星一片漆黑 但它每秒会吃掉六十亿吨物质 我们叫它流浪行星 一个被驱逐的幽灵 它会找到我们吗? 大家好 我们习惯抬头仰望星空 寻找那些闪亮的星星 我们觉得每一颗行星都该有自己的太阳 就像我们有太阳一样 但这个想法可能完全错了 宇宙的常态不是温暖的家 而是寒冷的流浪 在我们的银河系里 行星的数量可能远远超过恒星 甚至有天文学家估计 流浪行星的数量可能是恒星数量的十万倍 它们是宇宙中的大多数 我们才是那个真正的少数派 这些流浪者没有光 没有热 表面温度接近绝对零度 那是一片怎样的世界 大气被冻结成冰 覆盖在坚硬的岩石上 海洋如果曾经存在过 也早已变成亿万年的冰层 那里没有白天黑夜 只有永恒的黑暗和无尽的寒冷 它们就像宇宙中的幽灵船 在星际空间中默默航行 它们从哪里来 答案通常指向暴力 在每一个年轻的恒星系里 都像一个混乱的抬球桌 行星们在引力的作用下 互相推挤 互相拉扯 大质量的行星像个恶霸 会把小质量的行星 狠狠地甩出去 用引力的弹弓 将它们永远逐出家门 那一刻就是一场 漫长死亡的开始 它会慢慢远离自己母亲的光芒 看着那颗熟悉的恒星 变成一颗普通的星星 再变成一个微弱的光点 最终彻底消失 它被剥夺了名字 剥夺了轨道 剥夺了家 变成了一个没有过去的孤儿 从此 它唯一的命运 就是在黑暗中漂泊 几百万年 几亿年 甚至上百亿年 它的旅途孤独且漫长 穿过空旷的星际空间 穿过稠密的星云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秘密 因为它不发光 不发热 用传统的光学望远镜 我们根本看不到它 那么 我们是怎么发现 这些黑暗中的猎手的 答案来自爱因斯坦 它告诉我们 质量会扭曲时空 就像一个保龄球 压弯了一张蹦床光线 在经过大质量天体时 也会被这弯曲的时空 所偏折 这个现象叫做 引力透镜 流浪行星 虽然黑暗 但它有质量 当它恰好运行到 我们和一颗遥远 恒星之间时 它的引力 就像一个 看不见的放大镜 会把背景恒星的光 短暂的放大 天文学家 就是通过监测 这种极其罕见的亮度异常 才捕捉到了 这些宇宙幽灵的踪迹 每一次捕捉 都像一次偶然的邂逅 我们不知道 它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 它要去哪里 我们只知道 它经过了 一个黑暗的 冰冷的 巨大的东西 刚刚从我们的视野中 一闪而过 这种探测方式 本身就充满了悬念 也充满了危险的暗示 我们能看到的 只是冰山一角 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就是这些流浪者中的 一个极端格力 一个真正的吞噬者 它可能是一颗热木星 一种质量巨大的气态行星 比我们的木星 还要大上好几倍 在被驱逐之前 它可能离自己的 母恒星非常近 当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被甩进星际空间时 它就成了一个潜在的杀手 它自身强大的引力 就是它最致命的武器 当它穿过一片 富含气体和尘埃的星云时 一场宇宙盛宴就开始了 它会像一个吸尘器 疯狂地把周围的物质 拉向自己 这些物质包括氢气 氦气 星际尘埃 甚至是小行星 在被拉扯的过程中 它们会加速旋转 最终 在行星周围 形成一个盘状结构 我们称之为吸击盘 这个盘就是一台宇宙级的绞肉机 物质在盘中高速旋转 互相摩擦 挤压温度 会瞬间飙升到上千万度 比太阳表面还要炙热 于是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这颗本该是黑暗冰冷的行星 却因为它的进食行为 而变得光彩夺目 它会发出强烈的X射线和辐射 这就是它吞噬物质的真相 每秒60亿吨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它相当于 每一秒钟就吃掉了 11座胡夫金字塔 这种疯狂的吞噬 会让它在黑暗的宇宙中 短暂地暴露自己的位置 像一个正在进食的野兽 嘴角流淌着猎物的鲜血 它的存在 颠覆了我们对行星的认知 行星不再是温和的家园 也可以是狂暴的掠食者 它不再围绕恒星旋转 反而自己成为了一个 微型的恒星系统中心 只不过 它的光和热 不是来自核聚变 而是来自暴力和吞噬 这种流浪行星 对宇宙中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它是一个移动的死亡区域 如果它靠近一个 萌发了生命的行星系统 那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它不需要直接撞击 仅仅是它的引力 就足以摧毁一切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不速之刻 闯入了我们的太阳系 首先最外围的奥尔特云 会被它的引力彻底搅乱 数以万亿计的彗星 会脱离原本的轨道 像一场宇宙级的暴雨 射向太阳系的内部 地球将面临持续数百万年的轰炸 接着海王星 天王星的轨道 会开始变得不稳定 它们可能会被拉扯 甚至被甩出太阳系 成为新的流浪者 木星和土星也无法倖免 太阳系内部的秩序将荡然无存 地球的轨道会发生偏移 要么被拉向太阳 烧成灰烬 要么被推向外太空 冻成冰块 就算我们侥幸躲过了引力的扰动 当它足够进食 它吸基盘发出的高能辐射 也会剥离地球的大气层 杀死地表的一切生命 它就像古代神话中的贪食巨兽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只留下混乱和毁灭 最可怕的是 在它开始吞噬物质发光之前 我们可能根本发现不了它 它会像一个沉默的刺客 悄无声息地潜入我们的家园 直到它亮出獠牙的那一刻 一切都为时已晚 这就是宇宙的另一面 不是田园诗般的宁静 而是充满了随机性和暴力的黑暗森林 我们之所以能够存在 是因为在过去的45亿年里 我们足够幸运 没有遇到这样一位路过的暴君 但这份幸运能持续多久 没人知道 这些流浪的行星 就像宇宙海洋中的立围坦 它们是规则的制定者 也是秩序的破坏者 它们提醒我们 稳定可能只是暂时的 而流浪和混乱 才是宇宙永恒的主题 然而 故事还有另一面 毁灭也可能孕育着新生 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这些巨大的流浪行星 虽然自己无法孕育生命 但它们可能拥有自己的月亮 也就是流浪卫星 如果一颗流浪卫星足够大 拥有浓厚的大气层 那么来自流浪行星 吸积盘的光和热 虽然不稳定 但也可以在短时间内 为这颗卫星 创造一个人造的春天 冰封的表面 可能会短暂融化 液态水可能会出现 在这样的环境下 生命有没有可能诞生 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 也许生命并不需要 一颗永恒的太阳 只需要一个短暂的 温暖的避风港 流浪行星和它的卫星 就像宇宙中的蒲公英 把生命的种子 从一个星系 带到另一个星系 它们既是毁灭者 也可能是播种者 这种双重性 充满了宇宙的辩证法 一个吞噬物质的恶魔 也可能是一个保护生命的方舟 这取决于你观察它的角度 当我们再次仰望星空时 除了那些闪亮的光点 我们更应该敬畏那些黑暗的空隙 在每一个空隙背后 都可能隐藏着一个流浪的世界 它们的故事 我们一无所知 它们的数量远超我们的想象 它们是宇宙中的暗物质吗 不是 但它们确实是宇宙中 很大一部分看不见的质量 它们的存在影响着星系的旋转 影响着恒星的分布 它们是宇宙这张巨大网络中 不可或缺的节点 我们对它们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望远镜 比如罗曼空间望远镜 将会专门用于引力微透镜的观测 它将为我们揭示更多 关于这些宇宙幽灵的秘密 我们会发现更多质量更大的 或者质量更小的 我们会构建一幅 前所未有的宇宙流浪地图 在这张地图上 我们会看到星系中充满了这些四处游荡的自由民 它们不受任何恒星的束缚 它们是自己引力的主人 它们的旅程就是一部宇宙级的公路电影 充满了未知 危险和无限的可能 它们的存在 已让我们反思自身 地球 这个被太阳引力 恰到好处捕获的行星 是何等的幸运 我们所在的这个稳定轨道 这个与太阳不远不近的距离 是宇宙中多么罕见的一个奇迹 我们总以为家是理所当然的 但流浪行星告诉我们 家才是一个需要被守护的脆弱的例外 我们存在的根基 不是建立在永恒的基石上 而是建立在引力的精妙平衡 和亿万年的好运气之上 所以那个最初的问题 一个每秒吞噬60亿吨物质的流浪行星 会找到我们吗 答案是有可能 虽然概率极小 但在宇宙漫长的时间尺度上 任何小概率事件都有可能发生 但我们不必因此而感到绝望 因为正是这种潜在的威胁 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 正是宇宙的冷酷和浩瀚 才凸显出地球这颗蓝色星球的 温暖与可贵 正是那些黑暗中的流浪者 才让我们明白 拥有一个可以回望的太阳 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我们是宇宙的孩子 但我们也是幸运的孩子 我们没有被家庭抛弃 我们拥有一个稳定的家 这份幸运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 去探索 去理解 然后带着这份理解继续望向那片 充满了幽灵和奇迹的深邃星空 好了朋友们 世界就像一本厚重的书 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其中一页 感谢收看 如果你也享受这种探索的乐趣 请用点赞 订阅和留言告诉我 你们的支持 是我翻开下一页的勇气 我们下个谜题 再见 再见